中國這兩天發生了蠻詭異的事情 就是在上海 這個居然發生了大爆炸 而且很多民眾都感覺到這個劇烈的搖動 但妙就妙在呢 中國官媒竟然出來說有嗎 有這回事嗎 裝傻欸 那就有鬼啦 你看 昨天晚上上海松江突然間 蹦的一聲 好多網友說奇怪了 發生什麼事呢 據傳數公里之外都覺得搖晃 好多人就說開始爬文嘛 上海守散之軀 結果呢 一開始是傳說衛星實驗室爆炸 但官方馬上否認 那官方否認沒關係啦 但重點是人種是要送醫院嘛 那很簡單 所以馬上就抄到醫院去 三個人送醫 那這三個人送醫呢 他們就問這員工是哪邊來的啊 上海藍艦航天 他是在幫馬斯克 也在幫中國很多的航天公司 在做整個所謂的處理的 所以確定了是真的爆了 那事故的原因 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確定爆了就爆了 又起大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 控制衛星控制通訊 對現在的通訊 國防有多重要 我們回頭來談約旦 約旦各位還記得嘛 前幾天美軍的軍營被炸 美軍的軍營被炸呢 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想 奇怪了無人機 怎麼會看不到呢 又請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凌晨三點多 然後呢 據傳那個時候 美國的整個死神無人機 在空中執行完任務之後 他返航 返航完之後呢 軍營的人該睡覺的睡覺 該執行的執行 該當班的就當班嘛 結果雷達光影看到兩臺 所以呢 現在呢 第一個無人機恐攻的過程當中 他是跟著那臺死神進來的 然後呢 他們就一直在想說 這個到底是一臺還是兩臺 這個叫做敵我便是失常 敵我便是失常 結果後面就炸下去了 炸下去之後後面就是三死 三十四傷嘛 三名美軍陣亡嘛 這個告訴我們 通訊他非常的一個重要 那現在通訊重要呢 對於中國來說 中國他們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夢 什麼 這個夢就是中國 他要建國網 我這個國網不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都知道 這次星鏈衛星幫烏克蘭撐到現在 那時候俄羅斯的口氣很大 俄羅斯說 哎呀 烏克蘭這個地方 我兩個禮拜讓他們的基礎建設全倒 我一個月就把他給拿下來 然後據傳 那時候他們的電力啊水利啊通訊啊 早就被植入木馬了 所以那時候一個就要死就對了 那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後面通訊系統真的壞了 結果呢 馬斯克說 那我這些星鏈你先拿去用 那當然美國有偷塞錢給他 美國他們後來國防預算有看嘛 就有一筆特殊預算 就到整個所謂的星鏈去了 那整個戰爭現在還在打嘛 好 那中國現在要建國網 各位技術到得了嗎 中國他運送衛星 一定有這個技術 因為現在歐洲的衛星是中國幫忙帶運的嘛 前陣子不是我們那個衛星差一點 通過臺北上空 那個就是幫歐洲的太空總署 那個茄莉略衛星幫他們做的嘛 好 那今天呢又發生了一個案外案 什麼事呢 中國這邊有一條所謂的M503航道 那這個M503航道 他有個特殊的點 他只能夠由整個南往北單飛 他只能夠這樣飛 那過去呢這一條線呢非常的吊詭 這條線呢剛好在海峽中線的左邊 就是西邊 那時候我們就抗議嘛 2015年我們就抗議嘛 抗議說一來很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我們臺灣的航班跟大陸的航班 如果在這個地方都靠這麼近 會不會碰撞 然後再來你的飛機過來過正常來說 我們要有七分鐘的預警時間喔 那現在呢 如果說這條線移過來 只剩下三分鐘到四分鐘的預警時間 而且他們還加菜 還加菜 對 還跟你加了一個東山的W121 從整個所謂的游溪往東飛 福州的W122游溪往東飛 廈門的W123游溪往東飛 又請問你一個問題喔 臺灣是民主國家對不對 有一天突然間松山機場Mayday Mayday Mayday 緊急狀況 我們目前呢 機上有人突然間心臟病發 想要破降松山機場 停還是不停 然後如果說是正常破降 問題也不大 如果下來之後不是破降 他下來是解放軍 怎麼辦 這很多問題喔 先說喔 所以有飛機碰撞的問題 有所謂的一個國防的一個問題 現在還有更麻煩的一個問題 是所謂的預警時間 為什麼預警時間呢 我們今天如果這邊飛機出換間飛 對不對 他夾著所謂的武裝攻擊 轟炸機變成民航機的編號 他突然間往右邊轉 一轉就到了 所以臺灣現在要談判 可是現在中國國台辦今天咬橫屎 這是我們的國內問題 完全不用整個跟國際來說 所以這件事情現在有得吵 而且導播給他看 剛剛敏寬講的意思是 本來我們是只能夠這個游南向北嘛 現在他改成游可以游西向東 變成這樣 距離拉近多少啊 回頭再談喔 那中國現在呢太空經營呢 還真的說經營的蠻成功的 中國現在搶太空經營呢 這個是中國的神功太空站 又起神功太空站居然要加艙啊 要加從三個艙要一口氣 加 加到六個艙喔 那為什麼可以加到六個艙呢 當然他們就說 我們有其他的需求啦等等 反正講講講講很多齁 但這後面呢 我們要做一個總結 美國的軍營 因為敵我這整個辨識 失常被打了 中國這個洞九三可是很厲害喔 現在中國這個洞九三逼 他們美國直接承認了 這一台潛艦 第一個他也算來無影去無蹤 但重點是他上面這塊龜背 他整個上面是平的喔 那塊龜背呢 可以發射所謂的巨浪飛彈 那這個巨浪飛彈出來之後呢 就直接由衛星導引喔 又起一飛一飛一萬兩千公里 所以現在對於美國來說 哇 現在真的很麻煩 因為選完之後呢 這件事情可以確定的 中國他對這次的選舉很不開心 所以呢 外交上拉了整個所謂的諾盧走了 現在呢 過了一個禮拜 又在討論所謂的 M503的一個航道的一個問題 最近呢 很多的事情一一在看 但中國現在跟美中的對抗 他們現在可是越來越兇了